接下来要特别提醒民众诈骗手法是层出不穷 还假冒警政署的警官来诈骗民众 福里乡东里村的无姓老翁接获了诈骗集团 假冒电信业者 匡称基欠13000元的电话费 而为了取姓老翁 还自称是警政署的长官 并且告知可以打110来查证 而接获报案的东里派出所是即刻派远警来到场处理 当场戳破了假警官的骗局 阻止了这一场诈骗集团的芯片 不是您报案的吗 我报案了 怎么了 玉立分局东里派出所远警接获报案 即刻到达无姓老翁的住宅 这件老翁神色紧张的正对着电话那一头 自称是警政署长官 表明已经依照了他的指示报警 而远警也在一旁 不料雨璧电话那一头是立刻挂断 现场远警也研判为诈骗手法 我还要到那个派出所去备案 叫他开三连单 我这样有没有报案 备案成功这样 对啊 现在在这里啊 原来又是诈骗集团在搞诈骗 福里乡东里村这一名无姓老翁 接获诈骗集团假冒电信业者 慌称他即欠了一万三千元的电话费 而为了取姓老翁 还自称是警政署警官 来电告知可以打110查证 老翁不已有他就拨打了110报案 远警到场了解 当场戳破假警官的骗局 成功阻止老翁受骗上当 远警抵达时 自称警政署官员 已经在与老翁通话 老翁顿时分不清眼前 及电话中谁才是真正的警察 为缓和老翁群庆 向其解释 应先前往实体门室查询 索性请问后 名下门号只有一只 让遇到诈骗的老翁直呼好惊险 幸好远警及时出现 保住自己辛苦存下的居性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还假报警政署警官来诈骗民众 玉利警分局分局长温基辛 肯定远警积极处理 同时也进一步呼吁 检警等公务机关 绝对不会在电话中 请民众去操作提款机来汇款 若有接到疑似诈骗电话 也请务必马上挂掉 并冷静拨打165或110报案专线 来查证 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诈骗陷阱 造成损失 记者是玉兰玉里正采访报道 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诈骗集团